12月3日,位于香港沙田新翠村附近 一辆新冠疫苗流动接种车悄然势如社区 助力当地市民更方便快捷地接种新冠疫苗 据悉,这是香港特区政府推出的首个新冠疫苗流动接种站 当日上午,新冠疫苗流动接种站启动离在沙田新翠村举行 香港特区政府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全主持启动离时表示 期望新冠疫苗流动接种站能够便利市民 尤其是长者接种新冠疫苗 香港营建医疗集团为流动接种站提供服务 营建医疗执行董事及首席营运总监潘振邦 在接受中心社记者采访时 向记者介绍流动接种站内设施、人员配备、接种规模 他相信新冠疫苗流动接种站定能助力香港提升新冠疫苗接种率 我们这个流动接种站是会有一个稀释室和三个注射站 我们见到现场所见都是在地面我们会有休息区和等候区的设施 我们日常的运作会由医生、药剂师和护士是负责的 我们这三个注射间每日大概可以注射高达300剂的疫苗 目标都带给更高的灵活性和更便利的方法 可以令市民更容易接种到这个疫苗 我相信对整体这个疫苗接种的提升会很有帮助 记者在流动接种站现场看到 附近不少居民都主动前来接种疫苗 甚至一度排起长队 其中长者占多数 现场的工作人员还特别为年满60岁 首次接种新冠疫苗的长者准备了福袋 第一针那些长者60岁以上的礼物是福袋来的 冬中有口罩、买、酒精、搓手液、奶、牙茶 给老人家 不少体验过新冠疫苗流动接种站的市民 在接受中心社记者采访时表示 流动接种站的安排很方便也很快捷 让长者可以不用走来走去 不用坐车 下楼到社区就可以接种疫苗 今年69、60至50岁 好过自己找车坐各样 很多做过这些流动站 当然方便市民很多 不用走来走去 因为几十岁有时你坐车都不方便 现在有在这个区附近 下来就搞定了 方便 六十岁很方便 我在对面前15分钟 不过我是坐起来 我们不用走来就走去 走过来就是六少楼下 一个字左右 我说到我说我说我好想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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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